今天周五咱们从周日分钟多级别视角来进行分析 其实今天个股表现还可以 那么日开连续四字形下周是否要变盘呢 态度的话呢 2900点下方多挖掘机会 那么前面也讲到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当中 2900点下方兼绿盘 那么呢积极准备个人是基金准备资金 以待天时 那么对于当前的市场来去看待 那么当前我们先看周开 周开的话呢 那么连续三周又呈现新的顶分 而且周开的话呢 那么本周的呈现的是一个 把过去连续四周的阴阴阳开的实验向下覆盖给新低的 那么从周开的视角这个位置 你是不能草率的认为他就止跌了 就见底了 这是没有最起怕是缺乏依据的 只不过呢 从2635到3174对应了周线的一笔上 当前周线的一笔下 那么用残论视角分析的话呢 有一点是规律是必然会呈现的 是什么呢 一笔上周必然会对应一笔下任何级别 一笔下周的话呢 也必然会对应一笔上 那么尤其是在过去的连续两个半月的时间 甚至呢在2024年的整个上半年 如果说呢亏损比较严重的散户朋友 那么要格外注意了 不管是从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 还是说呢 接下来但是有一个周期结构必然会呈现的 就是呢周线的新的一笔上 必然会呈现 只是呢 到底是以本周的低点作为期点 还是说后面呢 再打一个新低 以某一个低点作为期点 这一块呢需要去跟的 但是像这样的结构是必然会呈现的 那么一旦呈现的话呢 你能不能利用他 把上半年的亏损给找回 并且呢还能实现利润最大化 这是重点 好这是周开的一个视角 那么我们再来看日开 日开的话呢 今天呈现的实际上是没给新低给新高的 就是今天的高点的话呢 是过了昨日阴线的高点 今天的低点没有破 昨天的低点没有破的话呢 那么连续三个K线 它呈现的是一个底分型的结构 只不过这个底分型的话呢 很明显是弱底分 既没有上五均 而且的话呢 他连前天阴线的 别说高点了 连阴线的收盘位置呢 都没有覆盖上去 好这是日开 就是呢属于这样的一个弱底分 或者是中继底分的视角来去看待 那么前面呢 也讲到这个位置连续向下 短期的话呢 存在的是 而向五均方向靠拢的 这样的一个反仇的机会点 那么从分钟结构来讲 它只是一个一分钟级别反强 来构筑五分钟中枢 如此而已 好这是日开 那么连续的实际性用传统视角来去解读的话呢 当前代表的是前面 而单边下跌 当前的话呢 当下面临了这样的一个多空平衡 多空平衡呢 往往意味着再度会方向选择 那么是向上还是向下呢 从当前的量能来看的话呢 对于指数而言 这个位置依然不能判断 2872就一定见底 但是呢 对于指数来讲 态度不变 向下空间有限 而且的话呢 连续两天 其实体材轮动 然后呢 个股的机会表现还是不错的 好 那么我们这是从事开的一个视角 那么如果说求稳的朋友 那么等待一个什么呢 带量的 强反吧 或者是强底分型商务军的开线 呈现作为这样的一个积极进场的信号 这是求稳的 好 那么这个信号没有呈现之前的话呢 至于说出现这样的一个小阴星 小阳星 若阴若阳 那么呢 就观望等待 满怀期待的态度呢 去等待 不用太绝望 不用太悲观 好 那么如果是激进的选手的话呢 其实在呃 我们来看 连续三个交易日 两千九百点下方 去对应了 在两千九百点下方的话呢 实际上是存在一些 短线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超短的 就一点的 好 那么我们再看分钟级别 就能日开层面来讲的话呢 刚才讲到日线的线程上 当前日线的线程下 只是等待一个场景分行 也就是说呢 万事俱备 只限东风 只差市场的衰背为号了 而且从板块的视角来讲的话呢 也是有异动的 稍后再去细讲 那么从分钟级别来去观察的话 当前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30分钟 对应的 它是一个30分钟走势的形象 当前的话呢 对应了只是30分钟一笔下 新的三种墙上一笔的 生长 那么在五分钟层面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当前暂且视为 新的五分钟的 中枢构建的一个状态 只不过上方在两千九百三十七 也是前面的 重要的防守位 同时的话也是前面 五分钟中枢震荡的 中枢下野附近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压力来去看待 一说呢 小周期来讲 例如说像今天反弹要盘中的 下探周反戳也好 或者说下周戳也好 如果说像上的话呢 连两千九百三十七 连前面这个平台都不能 越过去的话呢 那么反弹过 做实际上 短线视角来讲还是需要找一下卖点的 而后的话呢 如果说冲高回落 如果说呢 回落的方式 哪怕破一下前面低点 被迟五分钟的新的一类买点 不破前面低点五分钟 中枢构建下的二类买点 就是说呢 后面可以利用五分钟中枢震荡的 这样的一个节奏的话呢 去做一些低吸高抛的 短插的这样的一个波动 觉得呢 只要说技术水平过关的 其实是支持一个非常不错的思路 好 要是用一分钟来去看待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状态 其实处理方式有两种啊 一种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一种处理方式从两千九百八十六 对应呢 它是一个一分钟的 走织类型下 当前的话呢 视为第二个一分钟中枢 不断的进行衍生 已经已经是七段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像上 在两千九百点附近 像上因为接触中枢了 后面回落只要说不是 破前面低点呢 保持在这个中枢的方式呢 进行不断的增浪 那么后面以一分钟的三连买卖点 三连买卖点 作为新的机会和风险的识别 也说了向上 打出去有力度 回落不进入 这个一分钟中枢 出现新的一分钟的三连买点了 那么超短 可以继续去跟 然后呢上方两千九百三十七 看他能不能游过去 这就是一种思路 如果说呢 而向下离开反出 又不进入一分钟中枢了 那么对应了新的一分钟三连买点 那么呢 向下去观察 等待下一个结构 这是一种处理方式 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呢 利用通级别的一分钟下一分钟上 当前呢 观察的是这个位置 如果说向上 打过去 过了前面这个高点 他还是一分钟组织类型的表达 如果说呢 没有把前面高点过去 后面回落了 那么一分钟上周 一分钟下一分钟上下的 相连将组件构成 新的五分钟组织中枢 这是细节的处理而已 好 那么呢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板块 板块的话呢 像今天 上午盘 尤其是消遇驱动下 像今天 家用电器 是表现比较亮眼的一个板块 但是他更多的是一种消遇驱动 有没有更好的延续性 这是需要打个问号 也需要去跟 往往的话呢 消遇驱动下 尤其是高开 非常明显 当天就出现高潮的话呢 那么往往后面的紧接着会迎来资金 接力的考验和分化 但是有一个板块的话呢 是值得一提的证券板块 连续两天 证券板块的话呢 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和轮动 只不过呢 他还不是强有力的进攻的姿态 为什么这样去讲呢 因为证券板块当中并没有出现涨金潮 而且的话呢 对于一些偏大盘类型的 他并没有强有力的表现 但是呢 像小盘的 例如说像当前 景龙股份 就是证券板块当中唯一的 今天收涨停的 而且是两年板 那么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在前天晚上 就是周三晚上在学员培训的时候呢 就专门指出过这一支个股 讲到什么呢 有资 他的交易的 炒作的这种逻辑来讲的话呢 例如两年板之后 第二天低开 低勤 那么前面在这一天涨停板的 这一天的话呢 其实是有资金 是不可能活力出来的 不可能活力出来的话呢 那么后面就会面临的资金的自救 或者是面临的反复 反复的话呢 那么第二天低开 那么对应的 会有反包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这是在周三晚上的时候呢 学员培训的时候 讲到过这样的案例 当前的话 已经呈现的是再度两年板 对于他来讲 如果说证券板块呢 还能够保持强劲 那么他是有望 当前呢 已经作为该方向当中 唯一的这样的一个龙头个股的呈现 如果说有油脂 在这个方向当中持续去扎堆 他有可能继续打出高度 反过来 如果说像这样的个股 都不能保持两板了 那么呢 证券板块轮轮过之后 可能又会陷入震浪 或者是陷入这样的一个目的的一种状态 可以把它当作风向标来去看待 那么这里里面的话呢 对应的连续两天 例如像证券是有证券地产 是有维稳的态度的 但是呢 像银行 对于当前市场来讲 它是一种拖累 银行的连续两天 它都属于的吗 机率向下 而且的话呢 对于银行股来讲 它的市值比较重 所以说呢 银行板块的 如果说银行板块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后面持续往下 它对于大盘的气温实际上是不利的 它可能 不排除 当证券 地产等等 如果说呢 后面没有更多的 更充配的资金进行 往上推动 而银行板块的话呢 又没有及时的 直跌 顺势往下 不排除的话呢 对于大盘来讲 可能震一震之后呢 不排除 再往下打个地点 这是 但是呢 这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是什么呢 真正的重点是市场的板块的轮动和赚钱机会 那么像今天来讲的话呢 对应的今天实际上个股表现还不错 大涨5% 7%以上的 个股的话呢 就接近两三百家 结合涨停板 而且涨停板的话呢 虽然说涨停的数量也不多 只有67家 但是呢 这个涨停板的质量要比前面单边下跌的时候 甚至比前面这个位置不断的翻红的时候质量要高得多 为什么呢 那么我们来看 以往的话呢 出现四五十涨停板 但是呢 你把ST股去掉 把低价股去掉 就是一块钱两块钱的低价股去掉 可能也只有说 十几二十家或者二十三十家的样子 那么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呢 像ST股涨停的并不多 ST股的话呢 今天对应的只有五只个股涨停 而低价股就是一块钱两块钱 这样的低价股 而涨停板的设定的话呢 只有什么的六家 两只相加十一 十一的话呢 也就是说 67减去十一 等于多少 等于五十六 五十六只个股涨停的话呢 它就实实在在的涨停板 那么从这个视角来去看待的话呢 也就是说今天体材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其中的话呢 像消遇驱动的像家用电器 然后呢像汽车工业机械通用机械 占主导 那么你要用概念的视角的话呢 那么像军工无人驾驶围绕着和核心 还是围绕着像 汽车方向 无人驾驶方向 能源方向 好 那么问题来了 这里面再结合呢 像军工和卫星导航 那么问题来了 例如说像 连续两天 像半导力芯片 包括了像消费电子元器件等 表现的话呢 很一般 还没有迎来资金的这种强有力的轮动 那么如果说在前面对于该方向 介入的 还没有表现的 或者是呢 出现前面 哎 破位没有离场的 我要不要把资金离场 然后切换到这个方向里面来呢 给大家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如果个股本身呢 是在买点节奏没有破的 那么最好是耐心的等待他的轮动呢 呈现给你获利的机会 或者是明显的反应的时候呢 离场 如果本身个股所在卖点节奏的 就没什么可商量的 好 那么这是从板块的一个视角 从个股的视角来讲 今天连续两天 个股的表现来讲 最起码呢 已经大大缓解了 哎 市场的这样的一个 恐慌的情绪 而且的话呢 如果说技术水平还不错 其实是有明显的 获利机会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 列作像创业班指数 创业班指数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你要从周开的一个视角来讲 他也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反薄阴线 并不强 但是日开的话呢 连续三个交易日 他已经呈现了底分了 只不过同样是弱底分 为什么呢 他也是向武军方向的一个靠拢 没有沾上武军 属于这样的一个弱底分 或者是属于中继底分的一个特征 那么对于他来讲的话呢 因为前面低点1614的位置 最终 哎 破不破 是当前进入考验的 只不过呢 对于他来讲 因为前面这一段的话呢 他走的是一个持久性的 持久性比较长的张下 而前面有一个级跌的动作 所以当前的话呢 对应的如果向下 前面这个低点 如果最终没有破 而后呢 出现一个强底分 反薄阳线 上武军了 那么对应呢 你是直接把 把它当成30分钟级别的 二买来去对待的 如果说呢 破一下前面低点 但是呢 和前面比是保持背驰的状态 只要等待一个新的强底分型 强反薄阳线 带亮的 那么你是可以把它当成30分钟 新的背驰一买来进行 对应和确认的 所以说呢 对于当前的市场来讲 对应的像创业板指数 他也是一笔 周线也是一笔上一笔下 只不过什么呢 后面的新的周线的一笔上 具体什么呢 一个节点展开 开启 这是需要就给了 但是这样的结构 必然会呈现 所以从这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对应的这个位置 向下没有必要过于的悲观 但是小周期来讲 如果说前面有些板块 个股本身呢 是处在 是属于偏高位的 翻了一倍两倍 出现这样的一个顶部特征 或者出现这样的一个破位 或者卖点节奏 那么呢 当规避一下 尤其是像前期持续很强的 像高股叙利的类型的个股 包括呢 像一些前面走过 刚刚走过祖生的 好 那么这是对于 创业板指数 而对于大的视角列说 像三振五零指数的话呢 那么今天带有明显的下影性 连续几天的话呢 它的下跌 实际上量能是平的 甚至微微有带量的一个表达 而且呢 像三振五零是破前面低点的 破前面低点的话呢 那么对于三振五零来讲 日线的行程上 当前日线的行程下 只需要等待一个新的强底分 上五军的信号呈现 因为呢 像三振五零权重方向不止跌 大盘难以真正的气吻 只不过呢 当前对于体材来讲的话呢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 很清晰的轮动的机会点的 那么可以重点围绕着 第一 绕不开的大科技 大科技里面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像半导体芯片 作为前面最活跃的 或者是资金观众度最高的 然后呢 衍生到像国产地带也好 包括呢 像 自主可控 甚至呢 像人工智能 机器人等等 就说呢 它为了这样的一个大科技方向 这是做 把它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大方向来去看待 其次的话呢 那么像 这两天轮动的 表现较为强眼的 像汽车 这一块的话呢 暂且用概念的一个 视角来去 看待和跟踪 即可 好 那么对于下周的一个 行情节点的话呢 那么态度是什么呢 向下 不悲观 积极找买点 向上的话呢 你要看他如果说呢 是属于增量进攻式的 哎 可以呢 随时展开一波新的行情的开启 如果说呢 像上 但是呢 他连 像只说大盘来讲 连五军都上不去 连2937都上不了 创业版只说的话呢 对应的 如果说连 同样的 他连什么呢 他连 7月23号 这根阴线的 低点 都没上去 还要维持在五十字均线的下方 你要看他是带量的进攻性的开线 还是属于震浪的五分钟中枢构建的一个节点 如果属于偏弱的中枢震浪的视角的话呢 那么就属于什么呢 监好 短线 获利了结 如果说呢 前面有这样的一个亏损类型 个股没有及时离场的 那么呢 监好的去减一减 而处在卖点 处在买点类型的又属于板块公正的 那么叽叽把握机会 就说呢 哎 接到绿盘条 那么呢 敢于去寻求一些低息的节点 但是呢 要结合个股和板块的公正 资金的移动 如果反弹的话呢 是进攻性的 带量的 那么呢 可以呢 积极的去高看一线 如果是属于不是进攻性的表达 那么呢 接好就收 先用短线示威章去跟 那么呢 众 个股 勤打盘 然后的话呢 2900点下方 积极的多看机会 多把握个股机会即可 好 这是对于当前 市场的 态度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 点赞 下次见